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头的节目目的是 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只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了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锣笼去蜜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些什么令到问题真正解决呢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特首或者各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其实你会做些什么 好了,其实今晚我们的题目都可以说是否解决问题 可以说是很具体很全面地解决问题的 那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关于香港各方面的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了,我大概4月17日作出个决定 参选今年2008年9月的立法会竞选那里 我其实都有一份很详细的政綱 据我所知,香港过去的在政坛上很多参选 起码我自己在我接收到很多资料里面 其实都很少有一些很清晰的 就是那个到底参选人呢 其实有些什么想做呢 他觉得有些什么可以做得会令香港更加好呢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看过我这份政綱 如果没有的话呢,很简单的 去回我们的betterhongkong.com那里 整份政綱中英文本都立刻可以download 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走在网上可以看得到的 那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 二线电话21341134 或者ICQ439457249 电话号码21341134 ICQ号码439457249 好了,今晚我们都有居庆了 除了李永康之外 Francis也都继续在这里代替王岸然 和我们做今晚的主持 我希望大家详细都看过一下我们的政綱所说的 其实具体是怎样呢 每一个地方有些什么可以做 大家看一次有什么问题先 其实说回来,例如在医疗保健方面 你说到开放医疗保健去到真正公平公开的竞争 但是现在香港来说 其实最主要都是由一个西医一路去垄断整个医疗体系的市场 虽然你说中医都已经是佔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它的应受性始终都不是太高 我想问一下袁医生 你有什么方法想着去把医疗方面的地位提升 令到全香港人都懂得用其他不同各种方法去医疗 去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一向下香港的大人一向都很强调 其实什么问题都好 你起码要讲出问题的中心 关键在哪里 从而才有机会解决到 如果你那个问题的定点 定位都错了 其实你会在边缘那里兜圈子 我现在香港的医疗问题 你看回我的证据很清楚 香港怨恒的医疗保健制度 是唯一种西方对抗性医疗 就是俗称西医 是主导和可以说是垄断的 其实这种制度已经证实 是不能够为香港市民提供一种 符合经济效益的医疗保健服务 好了 如果我这么跟一般人说 我们医疗要多元化有多些选择 没有人会说No 多些选择有什么不好呢 但始终为什么香港开放这么多元以来 香港曾经有一个中医院 有一个好像是港华医院 前身是一个中医医院 但自从有一次鼠疫之后 中医就因为始终在 因为这类问题 可以说西方的医疗 起码在卫生设施 防鼠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相应是可能中医在当时处理这种鼠疫 效果是没有西医那么显著的 因此你可以看到自从那次经验之后 港华医院是慢慢地 根本是被西医取代了的 好了 我们说是人都会说的 但始终是好像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要别人了解到这个重要性 其实最紧要最紧是给别人有一个真正的亲身经验 就是说是人都会说的 讲理论是人都会说的 医疗多元化 多些人去用不同的方法 但始终呢 就是得过港字的 好了 我们要怎样能够令到人有具体 可以真真正正是感受得到 那个多元化医疗的重要性呢 我觉得是最紧要 首先呢 我们要成立一间 我叫做综合性的自然疗化医院 就是说呢 在这个医院里面呢 我们供应的服务呢 是要包括其他的医疗 为什么我说是综合性自然疗化呢 其实综合医院就是综合了 但我强调呢 我也希望是综合性的自然疗化医院 那我们的供应服务呢 我们大概是会分80% 是属于自然医疗的工具的 包括中草药 脊骨神经科 同类疗法 水疗 满腸水疗 就是其他多方面的自然医疗的 而另外20%呢 是属于对抗性的医疗的手法 那因为我始终呢 由头到尾都很强调啦 我们从来从来没有认为呢 现代的西医呢 那个医疗的方法呢 是完全是没有价值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我在我们的政纲都说呢 就是它是未能够全面为 香港人提供一个 有合乎经济效益 那原因就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在现代社会 文明地方的地方 好像香港那样啦 大部分人所患的病呢 可以说呢 百分之八十呢 都是属于这种慢性病 就是大家 心目中 家里所有人的病症啊 心脏病啊 高血压啊 关节炎啊 糖尿病啊 免疫系统失调啊 敏感啊 之类之类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属于慢性病的 是占我们香港人的所患的病的百分之八十的 而这种这样的病呢 大家都经验都知道呢 西医根本是从来没有根治的成绩 给我们看得到的 它只能够是控制一下病情啊 或者拿些药呢 就是钓着你这样的 那其实呢 最终最终呢 你发现呢 我们其中的医疗之所以破产呢 就是说呢 当有一个人一出现这些这样的病 这个占香港人百分之八十的病的时候呢 他就会一世呢 就要接受医疗的 那和医疗的过程里面呢 他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后遗症 因为那些药呢 始终是没有针对那个本身的问题去治疗 是表方表症的治疗呢 而药的副作用呢 是同时呢 慢慢会制造更多更多其他慢性病的 那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呢 为什么香港的医疗呢 是搞到呢 是要破产 那这个破产这个现象 不是香港的医疗破产 可以说全世界呢 奉行西医为主导的医疗系统的国家呢 全部都是面临同一个困境的 就是说呢 这些钱越来越用得越多 但是那些人呢 是越来越多病的 好了 那我们说呢 我们既然那个事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呢 是给香港人呢 是有机会呢 是用一些 即是不同的方法 是适合于不同的医疗的医院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要成立一个呢 是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疗化医院呢 那我们有机会呢 是可以给人知道呢 其实呢 那现在这些病 那香港有一个工研的机构呢 是给你有多方面的 提供多方面的选择的 那我们香港人呢 很快由他自己身体的经验呢 是知道呢 是哪一种的医疗呢 是对他是最有效的 那香港现在来说呢 可以说呢 理论上我们这样说呢 大家都说都会赞同的 没有人会说 医疗多元化有选择 是不好的事来的 那但是呢 事实上呢 他们有没有做到呢 他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他亲身体验的 那所以呢 在外面那个 要改 就是要令香港更加好呢 其中我们一样要做的呢 就是成立这一类的 就是多元化的 综合性的治疗化医院 但是 那 医生 如果你这家 这样想 一家要综合的治疗医院 是 不要多了 一间先 一间先 一间病床 不用太大的 三支真病床很厉害的 但是 你这间医院 你一定不会小病床 那 其实呢 在我们的 在慢性病里面呢 其实不是很多需要住院的 住院通常呢 是属于一些 创伤性的问题 或者很 就是很严重 到很美其的那些病 那 我的估计呢 我们其实呢 是大部分的 供应的治疗呢 是属于一种 就是outpatient 多些的 就不需要 是太多住院的 那当然呢 如果我有机会 遇到一些严重的车祸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可以给香港人知道呢 你除了用急救的方法 开刀 补回那些骨 补回它之后呢 如果你用自然医疗的草药 或者同学疗法呢 你的康复的那个时间呢 是会快很多的 和很少后遗症 这个是一个实现的场所呢 比香港人真正的感受到 经验得到 并且自己医疗的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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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 以及它的技巧 有效果 第一件事 让我思考你的 就是 你要有医疗医疗医疗中心 是 要有好多钱 因为我最近在医院计算的病床 普通一间不要多三千张病床医院 一年的营运都要过成十亿 一个医院 或者他给我们五亿 我试试五亿 我们做给你看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就是我曾经所说 如果你的医疗手法 从来不能够将病人或者顾客 结束了的 搞定的 那会不会贵 如果我们有些方法 是可以将病情 一直真真正正越来越好 甚至乎完全没有了 医护好的时候 这就不会贵 其实我们香港人 是需要有一个经验 有一个机会 是真的给他尝试一下 我们是有好些很好的方法 是不会有副作用 因为有副作用 就是个问题之处 你医得一个 跟着第二个病出来 由一个病变两个病 两个病变三个病 如果我用一些正确的自然医疗的手法 这些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就算你一个病也好 我要维持一个病 但我始终一个病就医一个病 一个病越来越小 不会一个病变两个病变三个病 你会看到真正有效的方法 一定不会重复 好像西医所的经验 我们是绝对不会的 因为始终问题就是 你这些药的副作用 会制造多些其他的病 还有你治疗的工具 是从来不能够跟着这些病 我们现在在说 这是真正根治性的医疗的工具 在综合性的自然疗化医院 给香港人有机会去控受 香港人就不用讲理论了 你就会举手举脚指去赞成 那你也会想到 为什么我们香港这些医院 今来才出现 真是恨死他们 其实李先生和袁医生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一个概念 就是其实 我觉得建一间综合性疗法的医院 建一间其实可以省起很多医院的成本 没错 因为那个概念就是说 你不单止是去治标不治本 这样去医了 就是头痛医头脚医脚 你还有是顾本培元 没错 你还有那个中医的 中医的所谓的概念就是要去强生健体 就是去帮你去更加去令到 比如说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自自然然 透过身体的抵抗力 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变了我觉得 其实建一间医院呢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不同意 其实真的 变了比如说 医疗需求是减少了 变了是省了钱了 变了说真的 那就少了很多医院了 其实是一种好事来的 其实在台湾都有这个实例的 台湾在台中有台中医学院 他们也有中医医院的 据我所知道 他们那个开施 远比其他 就是每一个病人的开施 远比其他西医医院少很多 很简单 起码我可以给你在构施上面 我们可以这样说 香港人试一试 试一试 有什么这么大不了 我们所说的完全合理 合情合理 你只要是香港人 有机会经验得到 好了 我再给另外一个经验 我用在美国在早年 处理流感 为什么现在香港人 全世界这么害怕流感呢 其实是一个经验 就是1918年 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 三个波浪 在一年半里 差不多是 杀了差不多 二千多万到四千多万 因为实在 准确数字都很难估计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流感 死人死得很快 早上 早上 下午就死了 好了 但我们传媒报道 这件事的时候 所有这些科学团体 医学团队 是从来不说另外一个医学的事实的 因为当时在美国 是有两类医院在 除了我们西医的对抗性医院之外 其实也有同类疗化医院 那在三零元代 是有一位医生 是将当时的这类的 两类不同的医院 那个流感的病人的死亡路 是做一个全面的统计的 他当时的统计 发现 在西医医院治疗的流感的病人 例如有二十四万 二万四千宗里面 他们的死亡路是 二十二点四个percent 二十四点几个percent 而另外在二万六千宗 在几间的同学疗化医院里面 接受治疗的病人 死亡路是一点零四个percent 那就是说 我们已经历史上 我们不是说空口说白话 这个是全世界最害怕的 最可怕的流感 我们今时今日 就是为了这件事 令到很多国家的经济 很多的措施 都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阴影在这里 但其实我们根本 一早有这个答案 好了 如果我们香港 有我们综合性治疗化医院 在这里 我们在医院里面 是有很多处理这些方面的流感方法 比如我给一个例子 这些不是我说的 是根本在早年 在医学雜誌上已经有的了 其中一种是非典型肺炎的治疗 我记录中有本书 是讲一种叫做 有叫做 photoluminescence 那种治疗方法 是将你的身体的血液 抽出五十cc 跟着拿紫外线 照一照一照 然后一分钟 或者几十秒钟 就放回到血液里面 即是不用曝光 总之一条管抽出 经过一个紫外光照 一照 他们的治疗 这些非典型肺炎的成功率 是百分之一百的 好了 如果我们有这些医院存在 我们有这类的供应方法 比如双氧水 用双氧水静脈滴住方法 0.3%的双氧水静脈滴住方法 是对这些传染性的病 病毒性的病 是根本的疗效很高的 加上同外疗法的时候 有些什么的流感出现 我们香港不会再死十七% 全世界最高的 死三百多人 和永久创伤三千多人 这些香港人 是有机会 真正正正了解 香港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其实是具体 只要求公道些 大家打擂台 我不用全资 如果你十亿的 你给我五亿 五亿每亿 我做给你看 这个数据 可以大家统计 我们需要这样的具体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医院 各位听众 不要以为 袁医生 刚才所说的 全部都是催无求知 空口说白话 如果这里有听众 任何医生也好 或者正在听医学界的权威也好 如果他们真的 有些事情 真的想反驳 学一下医生 刚才所说的 我欢迎你们 真的打电话来 或者 找一个方法 如何去同团医生 真的去试一下 一起去辩论也好 讨论也好 因为 我想说多一件事 就是说 因为 很多时候 你对抗性医疗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时候 你要永远 长期 不断 有很多病患者 我真的看他们 真的很辛苦 那些什么方法 其实 不要说彻底根子 但是 至少 都令他们 在较少后遗症 的情况之下 可以去 继续去 坚强些 乐观些 去面对着他们的疾病 困扰先 对吧 很简单 做个科学实验 我经常说 科学基础 要叫 evidence based 那我们就找一个机会 是produce 一些 evidence 给你知道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 那么困难呢 其中 还有一件事 我们觉得 可以做 因为 始终我们经常 看到很多 不同的医疗工具 通常在自然医疗方面 那些工具的出现 所以 会经常去攻击他们 很多传媒 就经常去攻击他们 但我觉得 公平些 如果我们真的有遇到 这些方法 有人坊间认为 这些方法有没有效的 我用科学的鑑定方法 在医院里面 是进行正确的 unbiased的 所谓 叫做 做一个实验 是不是 我们可以招 招收不同的病人 譬如他的 雷风湿或者高血压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 在一个控制的环境之下 可以比较一下 这种工具 或者用不医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 所谓的假的 placebo的方法 去看一下 或者用西医的方法 那结果可以看到 那个效果是哪个有效 如果这个资料 我们知道 是做了出来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公布 给全香港全世界人 知道 我们不需要 做一个专利的生意 总之 我们纳税人支付的地方 我们就会用一个 很公平的态度 是将这个研究的科研的结果 是公开给世界人知道 给其他人 可以说 香港的人 可以更加製造多些 这方面的就业机会 如果这个事实在 是正确有效的时候 大家去放胆去做 不用一定 靠我们一间医院 供应全香港人的 那个患病 那个治病的需要 到时如果这间医院成功的时候 就不是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都飞进来 全世界的人 好像泰国一间 这么厉害的医院 什么人都去 是啊 泰国很多人去做生理检查 很高的科技 很高的水准 又便宜又漂亮 但是我们所供应的 是一个很全面的 有效的安全的方法 那我们怕什么做实验 是吧 西方有什么很害怕 是吧 放胆做一做这个实验 我们现在用那么多钱 有五百亿 又扔下去了 一千亿的盈利 五百亿有给他作用 你拿这五百亿 给香港人经验一下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的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呢 刚才袁医生或者李先生 说到关于 就是博一博 又或者多少钱 那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 这些不是说 叫做博一博 又或者是 真的去 给了多少钱出来 我觉得 那个问题就是 其实香港人很现实的 究竟哪一种医疗方法 是令到他可以 医得到他的病 然后最少负作用 或者可以说 你有这间医院 你可以有西医 跟着加上很多其他的同类疗法 中医 直不成经科医疗 水疗 院长 是一起同时间可以去医 不是一定是你选了A 就没有B 不是一定是选了B 就没有C 所以 为什么 有一间医院 可以 真的 也不是什么 薄不薄 事实上 中医 或者很多 医学 已经是被医学界 逐渐去承认 逐渐去接受 他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些 不是说薄不薄 就是不同意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医疗方法 在香港人 好像觉得 好像很不认识 其实在其他很多国家 譬如南美 古巴 其实它有这些医院存在 那我刚才所说的医院 是美国的 在美国存在的 有机会你走回去 美国现在目前有几间医学院 例如Michigan 米之间大学 Ohio State 三藩市医学院 还有哈尼曼医学院 其实你看它里面 就是他们的资料 那个库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 是当时很多这些 当时是同类化医院 它有很多这些病例 有很多这些档案 所以这个不是说 一个全新的实验 根本我们可以说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用的 还有我们所说的自然医疗工具 是一种传统的医疗方法 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采用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地球上百分之八十人 所用的方法 都是自然界所给我们的方法 而我们所认识的西医 其实我们说西医 其实同样疗化西医 就是骨神医疗西方医疗 对抗性医疗的西医 其实目前在地球上 大概是属于第二大医疗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同类疗化 是一种西方医疗的系统 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世界上至少185个国家 有同类疗化医生 注册的医生做同类疗化 那我们香港人始终 可以说整地坏也好 或者没有机会 就是蒙蔽了 被我们整个医疗系统 被我们的传媒蒙蔽了他们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好好的工具 那我就说 好了 将来我们要解决的方法 就是很简单的 将我们的医疗方法 大量扩张它 起码对这些百分之八十 我医学杂志已经说明了 已经接受了 最近日本的厚生产白皮书都说了 日本人的百分之八十的病 根本西是医院不好的 这些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医学杂志都承认了 既然大家都知道 这些百分之八十的病 用极限都医院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 有其他的神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神 给我们的天然工具呢 有什么那么大问题呢 我们是香港人 是否这么怕知道真相呢 是否真相难医 即是接近不下去呢 或者真相一出 整个医疗系统会崩溃呢 我们很怕这件事会出现呢 好了 当然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做多一些科研的工作 很多病人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准确性的统计 其实有些人会说 医院的环境是一间医院 如果一些人大家蜂拥而至的时候呢 我们去医呢 其实可能资源上 我们可能都不够 香港是不会足够的自然疗化的医生 即合规格的医生 或者有合规格的同学疗化医生 终于来说 香港现在中医的水准 都是慢慢开始改善的 过去来说 我们始终觉得 能够在医院里面做医生的中医呢 其实有几多个我们都不知道的 但其实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们将来 还有一个能够令香港更好的方法呢 我们是会将一些很基本的保健的知识 和一些很有效有安全的工具 是用一个普及教育的方法 是一个通识教育的方法 是对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学习得到的 其中一个呢 我最近已经开始了 开始开了班的了 第一批学生就是三十多学生的 我就会教授在家庭用得着的 同类疗法的医疗工具 我深信 如果我们香港 在通识教育里面 是包括这个安全有效的工具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病 根本是不需要发展到 入医院才搞得到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即始终在医院是一个 正如你刚才 在医院开手提出 10亿的 是一个很黄贵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 就说一间医院搞定 就建十间 或者将其他医院 一半改为自然疗化医院 其实我们不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因为真真正正要解决 那个健康问题呢 是要令我们香港每一个普通的市民 都有一个基本的医疗常识 和懂得用一些基本有效的工具 那我会选择 同类疗法 因为同类疗法 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是最安全的工具来的 用错了都是没有事的 完全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所以如果我能够将这个基本的知识 在一个通识教育里面 差不多所有香港学生 都要有机会学得到 可以这么说 我们医疗的问题 起码病人里面 很快一半就会消失的了 医疗里面 根本是不需要很多人进医院的了 那同类疗法是什么呢 同类疗法 曾经所说 是全世界第三大医疗的 是有成一百百多个国家 有同类疗法的 注册同类疗法医生存在的 那我最近开了一班 大多教了六个小时左右 那在过程里面 已经有些学生 已经有机会去用的了 那说回一些例子给你听 其中一个学生 他自己说给你听 他有一次 搬入三间 突然之间 搞痛得很厉害 又有点磨 那他跟着发现 其实刚刚那一晚 之前是吃了一些寿司 那很明显 这是一个食物中毒 那他说一般来说 他就可能入了急症室 因为痛得很厉害 又磨又痛 在正常的情况 他就可能叫救伤车 或者自己的子 趕去急症室 那因为他刚刚上完了我这个火堂 那他就将我们三百多元 三十几个同类疗法的药剂 那他就拿一本书 他记得我说的东西 食物中毒哪一只 他就拿了阿斯妮金 奥匙 即是那个生埃 那大纸道 30C 即是百分之一 垂成一 一百分之一 才成30次 那就可以全无物质的生埃 他吃了两粒,两粒是糖粒仔,小到你根本跌了,跌了落后都不知道,他吃了之后不用几分钟,完全好了,完全没有事。 好了,他将这件事的经验给他先生听,他先生不能够相信,他先生的留言就说,这么好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没人知道?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世界上没人会推药? 这个问题我真的想问大家,是不是好的东西是没办法,为什么没人知道呢? 好了,大家先休息一下,或者给大家的听众,都有机会想一想,他先生是这样问的,不可能的事,这么好的医疗,没人知道的。 好,大家休息一下,休息几分钟之下,如果有兴趣,打电话和我们参加这个讨论。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了,我们又很快回来,继续今晚的讲题, 就是说,怎么可以令香港更加好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政线里面, 我们提及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医疗保健的问题, 这个大家香港人都知道的,是吧? 我刚才开始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正是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就不是说只要在很多这方面的医院,包括治療化医院, 因为始终进到医院,通常是重病才进去的。 其实我有很多很简单有效的工具, 是可以当一个通识的课程里面, 就是所有的香港的市民都有机会要学一学的。 好了,我刚才所讲的例子, 我最近开了一个班,六个小时而已, 分开四次,每次过半小时。 当时在我们四个礼拜的过程里面, 已经有些同学,就已经用了那些经验给我们分享了。 刚才我讲的那个,半日三间,搞痛,又瘟到死, 他自己知道了是吃错的东西,吃了一些寿司生的东西。 那他就拿着那个,听过,就是刚刚学完了, 我们那个疗劑,差不多第一个疗劑, 吃了两粒,两粒糖粒, 还比那些保制院更小的两粒糖粒, 吃了之后两三分钟都没了事。 好了,那他老公就说, 有没有搞错,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这么正, 有没有可能我们全世界没有即时去採用呢? 让我问你的情况,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其实袁医生, 你刚才说的那些例子, 没错,真的挺震撼性的, 挺烦人心醒的。 但问题是, 其实现在香港来说, 你看到西医垄断的情况, 你自己想想, 譬如说你进医院, 你的家人给你一碗中药, 那些姑娘,那些医生, 会阻止你的。 或者说, 有什么事, 或者叫你签一张免责声明, 有什么事, 我去医院不会负责的。 那,其实呢, 可以说, 香港一直以来的问题, 其实根本上就是, 在医一些医院, 譬如你有时进医院, 而医院是不会让你用其他的方法去医。 其实我再想强调一件事, 是关于刚才医生, 或者有些人所说的, 所谓博一博。 其实不是说, 其实, 也不是说博一博。 医生不是说想拿, 就是, 那些人找你的命来教的。 不是找你的命来博的。 是, 是, 医生所说的, 是关于一些, 已经是, 二、三十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是世界上, 已经是认受了的医疗方法, 将它加入医院那里。 是, 是一些世界已经是认受了, 港泛有认受性的东西, 而不是说, 不知道什么隐世医术, 毛术, 医疗有这些, 什么毛术, 那些, 不是这样的东西加进去。 所以, 我觉得各位听众, 不要被医生, 就是, 被医生说话所不够, 是, 那就是错觉。 因为, 曾经我讲的医疗, 第三大医疗必要讲的, 是世界卫生组织讲的, 和医疗方法是什么, 哪个人用的, 应该是黄室用的, 所以, 和医疗方法有些叫黄室医疗, 英国黄室自从维多利亚女皇以来, 一直就是采用和医疗方法这个工具, 其实, 查理斯王子, 为什么这么推荣自然医疗, 这么推荣同学疗法呢? 这个故事就是, 当时, 伊丽莎伯,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 是出现困难, 那当时, 很多羽衣在, 怎么算好, 怎么算好呢? 那想着, 可能要开刀了, 插不出来, 要开刀了, 但英国黄室, 一直都有同学疗法, 羽衣在, 坐镇的, 那当时, 当时那个, 伊丽莎伯的, 的羽衣是, sir John Weir, sir John博士, 那个卓士, 他是同学疗法医生来的, 那当时他说, 我们不要开刀, 试一试我们的同学疗法的方法先, 那于是, 他就拿了, 一剂同学疗法疗法, 这个名字, Colophyllum 200C, 就给英国女皇去吃, 一吃都没多久, 查理斯王子就顺利出了世咯, 又不用开拖又成咯, 我们所说的医疗, 不是什么隐世医疗,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这个是一个二百三成的历史, 在医学上, 在美国曾经有二十多间医学院, 现在我们所目前还存在的医学院, 是五间在美国里面, 全身是同类疗法医学院来的, 但又问回这个问题, 这么好的医疗, 这么有效的医疗, 为什么没有被全世界采用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的, 找不到吃的嘛, 很简单而已, 你想一下, 如果医疗是这么容易, 这么便宜, 这么容易搞定的时候, 我医生的汽车啊, 房子啊, 没有钱给的嘛, 再说多一点点关于医疗的方面, 我自己会觉得, 你自己想一下, 譬如说有一些, 所谓在医学上, 叫做医不好的病, 譬如Cancer那些, 你想一下有钱那些, 你会不会只是一味去做什么化疗, 电疗, 只是一味给医生去玩呢? 你有钱的, 你一定会寻求其他类型的医疗的方法, 譬如说你会吃中药啊, 你会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 我现在, 即是, 那个问题的重点就是说, 可不可以将这一类的医术, 将它普及化, 以及将它, 结合在西医那里, 一起去应用, 即是, 给你纳税人有多个选择? 对啊, 或者有多个选择, 不是说只是有钱人, 才可以, 譬如说, 用很多中医啊, 其他的方法去医, 或者穷人就只有接受西医啊, 然后就化疗电疗啊, 然后死了就不知什么事, 即是, 我觉得这件事, 亦都是一种所谓社会不公平的一种, 所谓叫做, 将它, 即是将它平衡少少的, 的一个帮法来的。 香港有个叫病人权益会的, 他一直是为病人争取权益的, 但你看他争取什么呢? 争取病人呢, 是多些可以免费用多些西医的, 我真的呆了, 即是, 如果我们既然西医的方法这么危害性的, 我正在说, 已经调到外国的2003, 2004年3月份的数据, 美国已经证实了, 西医是第一大杀手来的, 然后香港这个所谓病人权益会, 是叫多人送多人去送死的, 我简直就是看香港人, 真是为何会, 因为教育令到我们的人, 的思想这么鬼死, 即是有钱那些是未必的, 有钱那些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可以去, 尋找很多的方法, 譬如说会信医生你, 不是因为信不信医生你, 或者有很多很多方法, 然后譬如说有很多病都可以, 好一回, 或者延长寿命, 看你不是有钱没钱, 好像很小田田那样, 我想, 首在马亚洲的, 最有钱的女人, 对不对, 她有没有很多, 找不找到呢? 她没有找到的, 但美国前总统, Reagan, Reagan她是有癌症的, 她是怎样医呢? 她是德国, 是找那些其他的自然医疗的方法, 去医很多自己的癌症, 她是吃花西蘑菇的, 全部有没有说的? 没有说的, 她没有说给你听的, 即是有些人说,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我说, 鸦片, 海洛鹰, 这么差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被人消灭呢? 原因是什么? 同一个原因而已, 同一个道理而已, 为什么这么简单都不明白呢? 现在被人接受的东西, 不是最好的东西, 是最令你赚钱的东西嘛, 任何一个医疗方法, 令到顾客会不会消失的, 还有, 还要他不会这么快死的, 是吧? 你这么快死就没有了顾客啦, 是吧? 即是要钓住这条命, 你一世要自受这些, 这个就是最赚钱的方法咯。 如果我们有一种方法, 又安全, 又快捷, 又便宜, 就像我所讲的, 这个是一个学生, 是刚刚学完了六个小时的国货課堂, 他这个是自己的经验而已, 他说, 如果他说, 在平时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搞长痛, 他一定, 用救张车进去了, 这个过程里面, 起码, 我们纳税人, 起码, 起码, 起码一万元啦, 处理这件事, 救张车, 医务人, 他搞了大轮, 是吧? 这个是他自己的经验, 跟着他说了另外一个经验, 一个学生, 三十多学生里面其中一位, 他说, 他有一次, 他发现他的女儿咳得很厉害, 他这种咳是很特别的, 是谈很多很多的, 他在我们的课堂里面, 我们也有介绍了三十二个里面, 其中有些是对这种谈性很重的, 通常那些绅士老人家, 这种这样的谈上喉咙套不出, 好像被那些谈浸了那种阵型, 这种疗疗叫Antimonium Tart, 又是, 一针两粒就立刻好完,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你说, 如果他乱用, 用错了有没有所谓? 完全无所谓的, 和我疗法的, 那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有些病人问我什么来的, 我说你同学疗法, 解释了一轮之后, 他都很害怕的, 精神上有一种这样的, 我说, 有80%的同学疗法药是草本来的, 但他不是就这样草药, 要不然草药, 不会叫他同学疗法, 那15%是一种抗物炎, 根纹和铁石, 天然的物质来的, 那15%是天然的毒药, 一说天然的毒药, 他都害怕了, 你不用怕的, 因为同学疗法药物, 一定要经过一连串的稀释, 稀释的方法有三大类, 一个是十分之一的, 十分之一的, 十分之一的稀释, 另一种是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另一种是五万分之一的稀释, 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十二次之后, 就只剩一粒的稀释, 再稀释下去, 完全没有物质, 大部分我们的小巴里面的药, 全部是三十次, 即是一百分之一至三十次, 是完全去发现, 是完全没有任何物质去发现得到的, 他说你怕吗? 你吃什么, 我和他一起吃, 我告诉你医院里面, 有哪个西医敢跟你说, 你吃什么, 我和你一起吃, 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只要能够装一些很安全有效, 历史上已经证实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里面, 教给我们香港所有的年轻的人, 到他将来大过, 已经有十块钱的时候, 去自己照顾, 将医疗的权利, 治疗照顾自己的权利, 放回病人身上, 给他正确医疗的知识, 以及给一些简单有效的工具,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香港的通识教育行这套东西, 我们的医疗费用, 即时减一半, 其实, 刚才医生所说的, 令我想起一个字, 叫做以毒公毒, 其实我在想, 譬如说, 通识才算, 如果要你做一篇文, 关于以毒公毒的, 你懂不懂应用刚才医生所说的理论, 去用出来呢? 我其实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香港来说, 刚才医生所说的, 可能有些推销完的口吻, 譬如说, 没有害, 真的完全没有害的, 其实, 重点是, 这一件事是证实了的, 但政府是不会将它多加作出宣传, 因为可以说, 在政府里面, 譬如说, 主管卫生政策的全部都是西医, 或者, 医学界里面, 有没有一个中医的席位, 全部都是西医, 香港医学会是西医, 壟断了, 其实, 你想想, 在香港那个立法会里面,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代表, 真是去为一些, 这一类的, 譬如说中医, 或者其他类型的医疗方法的医生, 是站出来去发声的, 香港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西医以外的医生, 是入过立法会的, 包括中医也好, 骨神经科也是, 从来没有的, 相反地, 香港立法会里面的立法会成员, 大部分, 除了, 不要说自己是不是医生, 就算自己不是医生, 他家里都是很多医生的, 或者他老婆, 或者他儿子, 或者他的女婿, 我真的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大部分香港立法会里面的那些, 立法会的成员, 家族里面是很多很多, 很多西医的, 不要说他们, 我记得很多, 我记得五个西医, 全部专家来的, 有两个牙医,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取态, 取向怎样, 我只不过说, 香港有一个问题, 糾纏了这么久, 为什么整天解决不了呢, 原因就是, 你根本都是说不出问题的根源, 香港医疗问题不是不够钱, 我整天都很说不是不够钱, 医管局由开头五十亿, 开支已经增加到七八亿了, 不断来增加, 不断都不够的, 整个一种说法, 香港用的医疗总开支, 占我们国民的总收入, 3.2%而已, 有些说2.8, 看看国民总收入是多大, 你看看其他外国, 日本, 英国, 欧洲, 美国, 起码8%, 12%, 美国17%, 我用得很少, 我们还有很多用钱的空间, 但从来没有去跟进一下, 用得这么多钱的地方的国家, 医疗问题是否解决了呢, 完全是还原基本步, 完全没有解决的, 整个香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为什么香港这么多城市, 过去的政纲里面, 竞选里面, 从来有没有人说, 他会怎样解决呢, 总之起码, 我作为一个选民过去, 从来没有接收过一些真正正, 有效, 有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是香港是第一次的, 我们所说的, 我们政纲里面说得很清晰的, 我们医疗重点要怎样解决, 还有香港很多这方面的, 很离谱的法例, 是导致我们香港人, 是喪失了这些权利的, 还有他一步步是用这些手法来收紧我们的, 那他们说, 哇, 这些同学疗法的疗剂, 为什么不普遍见到的, 那么多营养素, 或者西方草药, 为什么我们没有普遍在香港见到呢, 因为香港有一个叫做药物, 药剂药和毒药条例里面, 是基本上说, 所有的物质, 可以进口的东西, 如果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 身理系统功能, 这个在定义上, 都叫做药, 都要受监管, 那就是, 在理论上, 香港任何的物质, 包括那杯水, 那只香蕉, 那只橙, 如果他是能够跟进我们身体系统功能, 所成物都是也是的, 其实都是叫做药, 就是香港这些法例, 过去什么立法会会演会, 会搞出这些法例出来的, 但那些例子, 立法院这些议员做出来的, 没错, 过去那个议员, 那我们下次选什么, 就是没选过去做那些了, 现在我反而看到, 袁先生, 你这么多, 所以, 要求改的例子, 我現在擔心你的例子改得非常好 但是我擔心你能夠選擇票改這些例子呢 這個就很肯定不是我進去之後 能夠遊說其他六十位立法會的議員 都不用六十位 三十位都夠了 三十位都夠了 不計你二十九位而已 我感覺上其實很多立法會的議員 其實過去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資料 他那時候是被裏面的西藝界 或者政府派去的西藝是蒙蔽了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是很可憐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看看這個條例 根本沒有可能他們會通過的 但是為什麼會通過呢 很明顯他過去根本是被人蒙蔽了很多議員的了 好了 這樣要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我們將來會做的事情 叫做 Legislative Alert 立法資訊那方面 我們會讓大家知道有什麼條例正在討論的 問題在哪處 如果我們覺得立法會的議員 是不太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會給他多些資料 比如外國很多這方面的網站 有很好的資料在那裡 或者有些書籍有些文章 我們就成立一個香港更好大行動之友 大家做一些事情 我都很清楚 在我正講很清楚 如果大家不了解 我最後強調的重點就是 關鍵在乎我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每個人 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是選一個人進去 為你去爭取你的利益 我覺得香港是不會好的 我們將來要怎樣做呢 我們會將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是給大家了解 要大家參與 如果大家不參與 我都很快 我都會走出來 我都不會浪費時間 參與才是怎樣呢 就是我看了你了 看了你的事情了 就是認同你的觀點了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我打電話去遊說 我們會有很多很簡單的方法 是舉手指之勞 大家了解之後 譬如有些資料 我覺得立法會議員他們不認識 我們知道有些書籍 或者有些資料 或者外國的陰帶 影帶 我們就找些人捐少錢 或者幾千元 將這些資料送去立法會的圖書館 我相信一定有參考庫 一定有這些資料 那就讓他知道 或者請人將外國的資料 盡量收集了之後 整理了之後 還電郵給他們 接著我們有很多 我們所謂的 partition letter 我們幫他們整好 那你只要把你的名字 簽上去 加上去 加上你的地址 放些訊息給他們 其實在外國 已經成功做了很多次 美國曾經有一段時間 美國人對於營養素的選擇 權力受到很大的威脅 當時美國人發動了這個簽名運動 這什麼簽名運動 是數以幾百個這樣去 在那個國會裏面 沒有一個議員敢反對 全部一致通過了 這是例子有 真是民主 開國不是 其實我很背負袁醫生 我只是擔心 又不夠票而已 你的理念非常好 真的 因為我做生意 我就想想 就是那個手段 如何將你的目的達到 是 即是要游水 游水多29票去做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 即是目前我們看到的環境 所以我們都很佩服 原醫生 當然用舊友的觀點去做事 當然死定了 說了你的觀點 譬如 寫請願信 將資料公開透明 不止我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但你不要忘記 香港的政治 有個問題 除了你的輪點 之外 很多時候都是講利益 沒錯 即是這29個人 要他們的利益 站在一起 去支持你的觀點 我覺得就是有困難 這個觀點 終於不會是我 如果香港有幾萬人的 電郵 那這個觀點 當然不是我 是香港幾萬人 我們還有一樣 會做的 我們將所有 他們的投票 結果 如何投票 是完全公開的 讓你知道 下次投誰 現在香港有個現象 很多投票是根據政黨投票的 完全不是根據那件事投票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香港人這次去投票 盡量不要投一些有政黨關係的人 這件事 你放心 現在 似乎空氣也是這樣 已經 政黨都沒有什麼用 基本上 我看到很多政策 都想要做 做骨仔 其實 有原因 我在想一件事 就是 這次袁醫生 你這樣走出來 我剛才會說了這麼多次 我會說很佩服袁醫生 就是說 你想去打破一個 即是西醫王權壟亂制度 這就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 是由袁醫生開始 你自己想想 香港現在 全部的法例配套 全套制度 基本上都是為 最主要都是為西醫而設 沒錯 是啊 現在你進去 你打算身體力行 你打算逐個逐個去遊說 即是你要知道 就算你說政黨那些 他背後有很多利益集團 你真是要攻陷他們 這個這麼深的堡壘 真是 不要說一朝一夕 真是你要窮不薪精力 都可以做到 但怎樣都好 都要先走到第一步 所以 我自己會覺得 今次袁醫生出來參選 起碼 至少 你帶出了 這一種訊息 給全香港市民知道 其實 其實 醫療保健 不單止說 只是 一邊去看 吃藥 看醫生 去醫院 或者去撿劑茶 這麼簡單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方法 是可以加在一起 不單止說 只是 集中在某幾樣東西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始終我們都要說很實際的 有時候這樣說 袁大明 你是一個外國的 日四科的畢業的醫生 香港全世界 香港都很少這些人 這個人 能夠醫治多少人 其實 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 根本 今時今日 這個地球上 出現很多很多這些 很簡單 有效的工具 普遍性有效的工具 其中一件事 我會把這些資料工具 全面播放給香港人知道 讓香港人有機會 自己去用這些工具 不用看我 我這麼有空嗎 我不夠忙嗎 我沒有工作 你就可以解決到 根本上天是很公道的 這些東西都在了 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過去 這麼多年 在西醫的壓迫之下 把很多這些有效的工具 全都被壓制 但始終我覺得 邪不能勝正 我們根本 這些工具 已經重現出來了 我到立法會 我會用一個不同的身份 我會把這些資料 公佈給全香港人知道 這些非常之有效 簡單有效的 可以說 你是能醫百病的工具 我們會告訴大家 就算你不需要上課 學同類療法 其實同類療法的書很多 中文書很少 找一班人翻譯好的書 我們做多些涵愁的方法 或者是網上電台教你 教你 公開教你 因為同類療法可以這樣做 因為同類療法 現在沒有記憶的 我不是有同類療法醫生 要說什麼就糟糕了 同類療法醫生一定是踩死我 破了他的飯碗 為什麼我經常用 自然療法醫生的名字 雖然我有四科醫療 我可以叫自己是中醫 我亦都可以叫自己是脊醫 為什麼我經常都不這樣叫 我知道 始終我的立場是為香港人的 不是為會 某個專業個別利益 如果專業個別利益 是跟香港人的利益有矛盾 我一定會站在香港人那方面 但我深信 你為香港人做事 其實你都為你的專業做了很多事 所以有些人曾經有脊骨神經科醫學會 我有兩個會 我以前兩個會都是會員的 因為我希望大家都一起做些事 最近幾年前我就退了一個會 你看傳媒訪問裏面 看到一個聲心 他說我是一個自然療法醫生 做過多數講自然醫療 不講脊醫的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有其他的利益 所以如果我掛著脊骨神經科 沒有講話 其實我就是不自由講話 為何同路療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香港是沒有同路療法醫生的團體 是絕小絕小的 如果我將這個全面 不像其他世界國家 因為全世界有同路療法醫生 有他的註冊的醫生 在印度有幾十萬個 當然很多印度醫生都會企圖教 一般人使用的方法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為何我常說香港可以成為一個世界的模範 因為我覺得香港是目前來講 是未須到無可救藥的 是很多事情很快可以做得到的 同路療法 可以將這個最簡單有效的 二百三十元歷史的醫療方法 是全面給香港人去學會用 醫療的問題即時一半減了 都不止的 我覺得剛才你醫生所講的關於香港人的接受程度 其實香港是一個自稱開放多元的社會 但問題在這些醫療的立場上面 很多人仍然都很保守 是不會容許其他人 即所謂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去跟你直接去競爭 這個是香港其中一個 現在來講是比較可悲的地方 但是我很希望醫生 真的進去之後能夠改變 即是不要說真的能夠改變 起碼能夠帶出這種訊息 其實我在我的政家裏面 其實我有很多方法 其中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那個立國的 Dr. Benjamin Rush 都曾經診過 他說很可惜在美國憲法裏面 沒有這個基本的constitutional right 就說你是醫療選擇的自由 美國都沒有 那麼他當時已經預測了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憲法的基本權利 我們醫療一定會變得很差 根本在美國立國的立憲法 其中一個寫作的人都講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講一聽 如果能夠在香港基本法裏面 加上醫療保健自由選擇 有這個人在 其實這個已經可以保障很多香港人 很可惜我們香港人 有一種很有趣的感覺 基本法好像是神聖不可侵犯 但是大家了解一下 當時基本法怎麼出現呢 基本法是一個很多人的利益 要迎合很多人的利益之下 是製造出來的 其實基本法很多裡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一路一路已經經驗了 所以如果我們起碼 在基本法裏面 加上醫療保健選擇自由 一個醫療選擇自由 其實是一個香港人的基本權益 是這麼簡單的 你加進去之後 其他有其他的法例 我已經教你怎麼改 加兩個字眼 減多一個字眼 其實就搞定了 其實不是這麼難的 為什麼我這麼樂意走出來 如果我覺得那個前路茫茫 很辛苦才改得到 我真的不會浪費這個精神 OK 其實我已經有一些很簡單 很具體的方法 不單止可以令到香港很多問題 是一次過搞定了 其實香港可以成為 全世界的模仿對象 好了 香港更好的方法當然很多 我們的政綱裏面 都已經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盡量將重心說出來 如果大家過去一收聽過 我們的香港出路網上提供節目 我們過去兩年裏面 其實討論過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有八個題目 其實我已經說了 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繼續 會繼續討論下去 每個星期都再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是可以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的 好 多謝大家收聽